用餐尖封時段一群人全擠在店門口 狹小的走道 領餐的外送員和點餐的民眾 全擠在一起 就算因為疫情不能內用 但店家生意真的太好 還是有不少民眾外帶等餐 依照室內五人的防疫規定 已是違法 他們可以應該就是分流 就是可能說幾號到幾號 幾點來取貨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我覺得還可以啦 畢竟沒有在一起用餐 然後口罩也沒有拿下來 如果有保持距離的話 我想至少比在內用的情況會好蠻多的 明明外帶就是為了減少群聚 但取餐大塞車反而造成人堵在門口 其實我們現場目前的外帶客人沒有很多 主要都是萬送的比較多 那其實基本上外帶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餐點起碼要等候20分鐘 如果現在現場客人來的話 我們都會提前告知他 然後就是說希望他下次來 直接電話先打趕快來點餐 店長也解釋 民眾來點餐 店員都會提醒要保持社交距離 另一家餐廳二樓則是強調會通知取餐時間 下了訂單別著急 餐廳會是店內備餐狀況 以訊息或電話告知取餐時間 而時間到了店員也會把餐點拿到門口 避免排隊群聚 我們讓客人呢被在不同的時間點取餐 然後我們也在這上面做了一些動線的調整 所以客人很快的可以拿走餐 就比較也不會有排隊的問題 還有蘸雞麻辣火鍋也同樣推出線上點餐 店家會以簡訊或是電話通知客人分流取餐時段 業者也特別降低接單量 除了讓民眾不用等太久 也是為了避免同一時段有太多人來取餐 減少任何感染風險 TVBS新聞叫漢文謝丹慈 李漆文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